你在购买模玩时一定会遇到想要殴打卖家的情况吧 今天涛广金箱总结了一些买玩具时常见的画术 哪些画术会令你破防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条全新紧拆 全新和紧拆本来是两个相互矛盾的状态 但是在某些卖家那里它却奇迹般的共存了 在量子力学里人们把这种状态叫做叠加态 所以我建议以后这些卖家在介绍他们的玩具的时候 干脆直接写成产品状态是叠加态就好了 第二种话术是不用问直接拍 这种说法我个人也是蛮烦的 如果你是身体不方便 无法打字或者是看不见手机屏幕 那我还可以表示理解 但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就很奇怪 在超市里买东西不问价格直接拿货 那也是因为至少能看到食物的样子吧 网购在看不到食物的前提下 多问几句也是无可厚非的 其实多聊几句 卖的人自己也能避免纠纷的对吧 第三句紧展示不出 这种人我真的是非常无语 请问我们在浏览电商的时候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我们没有某款玩具 我们想要买这款玩具 我们在找这款玩具对不对 这时候刷到一个满心欢喜的打开 然后看到五个字 紧展示不出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种感觉就和小时候 那些拿着我没有的玩具 却在我面前炫耀的同学 是一样一样的 一边晃着玩具一边跟我说 你没有吧 你没有吧 缠死你 缠死你 你们说这种人他厚道吗 第四类话术是卡海关 这句话一般都出现在预定 然后该交货的时候 却没有货给到你 有些卖家就把这句话搬出来了 海关扣下来了 其实是什么原因可能大家都懂 也不知道海关背了这么多口锅在身上 他们自己知道不知道 第五句话现在大家应该也经常见到了 一般都是总价未定 价格出了不满意 定金可退这种的 我和你们说 大家千万不要被这句话表面上的那种洒脱感给蒙蔽了 请不要忘记一点 总价到底什么时候会出 卖家是可以控制的 因为信息是不透明的 如果总价出来的时候 你已经错过了在其他店预定的机会 请问到时候你是退还是不退 还有一种更可恶的 玩具都发售了你预定时的总价还没出 请问你这个能算是预定吗 到时候卖家只需要开一个比现货价便宜一点的总价 那么预定的人肯定还是会觉得 还是补款值得 那我就补款吧 你看这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买卖吗 但是不要忘了 不管怎么样 如果卖家要开预定 就应该明确的告诉买家 全价是多少 我认为这样的定金才算是有法律效应的 所以不满意总价定金可以退 本身就是一句废话 大家千万不要被他骗了 OK以上五类就是我个人在买玩具的过程中 比较头疼的一些话说 你在买玩具的过程中 还会遇到哪些令你不爽的这些情况 欢迎留言告诉up主 这一期的淘宝玩枪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看起来 ** 好